我们来看看这一段发展 简直是比贝雷打到几率还要低 我们请预风带我们来看看 居然一次去签这个彩券 一次中了132张 背后说是一个古曼童在筑权 那什么是古曼童 好 我们先来讲这件事情是什么新闻 他去买了一个彩券 这个男生他在大广府这个地方买彩券 但是我们一次买一张 他一次买了几张 132张 而且他去扫货 他说只要后面有82 82的 你几家店里有82你全部拿给我 他跑了几家店总共买了132张 中了26万的泰铢 然后为什么说他会这样子去买 他说他在做梦当中 他梦到有个古曼童来跟他报名牌 之前就报过 他之前中了50张 真的有中 所以这一次他买了132张 然后醒来之后 托末完他的孙子在旁边 他问他他也说82 所以他一路去扫货 把他这132张全部买下来 那到底什么是古曼童 为什么会让他托末 而且一定中的话 这东西让我们觉得很神奇 其实古曼童他之前 在250年前 有个泰国的将军 然后这泰国的将军 其实他攻城掠地之后 到底到最后 他把有一个城池给抓了下来 然后最后里面的城主 把太太 把他的女儿送给他当太太 但没有想到他们最后跟这个城主 关系生变 关系生变之后 这个太太好像准备要下毒 要来毒害他 最后这个将军 一箭刺杀了他的自己的太太 结果没想到临死之前 他太太说 其实我已经怀孕了 我有个小孩子 你这样的话就可能一死两命 然后他非常的难过 我就把这个小朋友抱去 这个有很多高僧的寺庙里面 然后把全部封钱 然后开始来加持 把他的这小朋友的尸体 外面包了很多经文 然后开始做法 就没想到最后 虽然这个小朋友的尸体 是救不回来了 但是他呈现出一个灵魂 这灵魂他就跟着他 他就叫他做什么 叫他古曼童 然后从此这个将军 竟然就真的是功无不胜 然后连续地打了胜仗 难怪这有一点点 神仙小孩的那种味道 不然我们看到他的意象 就是宝宝 就是孩子的形象 我们来讲说 其实这个古曼童 一般来讲 他会把它做成像这样子 佛童子 金童子 其实他是一个正派的 但很多人其实讲说 我把这个从他泰国迎回来之后 你要怎么样来奉养他呢 正常来讲的话 你只要给他养乐多 甜饮料 或是牛奶 汽水 玩具 你把它供奉着他 他可以给你一些力量 然后你跟他许愿 他可以让你的愿望可以达成 我们看一个画面 我们把画面看进去 其实你在喂他牛奶的时候 如果他真的喜欢的话 他们还有拍到说 这个古曼童 好像稍微动了一下 好像很开心一样 往后躺了一下 你看画面当中 穿黑色的这个娃娃 他真动了一下 他喂食牛奶的时候 他就觉得很开心 稍微动了一下 另外一个画面 其实你看起来 会更觉得很灵奇 其实他是用一个奶瓶 因为奶瓶 这个武林官 他那里去素 对不对 但其实你看到这画面 他是整个这样喷洒出来 喷洒出来 然后你事后再回头去拍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说 这个古曼童前面的奶瓶 已经少了很多了 那其他地方在哪里 已经喷了 好像没有素货一样 直接喷到这些柜子上面去了 真的假的 反正横竖姓的人就是很多 对 中国大陆有很多他的姓重 对 其实在中国大陆 为什么会最近拍了这个电影 叫古曼呢 其实在中国大陆 有大概7000万人来供养 因为这个东西很多人就讲说 好 你去喂养这个东西 其实佛童子 金童子 其实跟一般的小鬼是不一样的 第二个 很多人喂养他之后 事业也比较好了 我有一个古市的朋友 他曾经就养过古曼童 为什么这样呢 事实上他以前在网古票 一直亏一直亏 亏到他几乎是走投无路 然后后来就有泰国大师跟他说 你不如去请古曼童过来 结果他就飞了一趟到泰国去请这个古曼童 请这个古曼童一样 他跟我们刚才讲到那个阿伯一样 古曼童会在梦里面跟他讲 他一开始跟他讲四个号码 他想说那是什么意思 后来他才知道说 原来是报他股票名牌 结果就这样 他因为这个股票名牌 他在几年之内赚了好几千万 不过这有非常奇怪的地方 他曾经跟我说过一件 非常特殊的一件事情 刚才遇峰讲到说 他不是都会吃这个所谓小孩子 喜欢吃饼干 牛奶 汽水这个 他说他有一次去逛这个大卖场的时候 逛到这个零食柜的时候 突然之间有一包这个饼干就掉下来 他觉得很奇怪 这个饼干怎么会经过他身边 无怨无怨就掉下来 他就把它捡起来放着 然后去走绕绕绕绕 然后又走到这附近的时候 这个饼干又掉下来 然后还有这么刚好的 他想说怎么回事 走过两遍 两遍都掉下来 第三次也是一样 就想说很奇怪 他不以为就把它放上去 结果他回家之后 他就突然之间有一段时间 股票都做不顺 股票做不顺 他就想说奇怪 不是说我过去做 不要做这么顺 为什么最近会不顺 他就打电话给泰国大师说 是怎么回事 泰国大师就跟他说 你最近是不是有做什么事 古曼彤跟你说什么 你不听话 他说没有 我哪有做什么 你再想一想 他后来就想起来说 有 我去大卖场的时候 那个饼干一直掉下来 然后那个大师就跟他说 那就是古曼彤要吃的 要吃的话 你赶快给他拿回来 给他吃就对了 就赶快说原来是这个古曼彤要吃 他就赶快把它拿去给他吃 吃了之后 没想到 股票又开始做得非常顺 可是最后有一个反思作用 就是他曾经经历过 大概五年的时间 做股票都非常顺 但是后来 因为他家中有一个小朋友 小朋友 因为古曼彤就是小孩子 小孩子之后 就好像跟他小朋友 会有一点争宠的意味 他家中的小朋友身体越来越不好 身体越来越不好的时候 人家就说 你可能是请了古曼彤的关系 才导致说你们家中的小孩 受到影响 就后来他就大概供养了五年之后 他后来又花了一笔钱 去泰国把这个大师请过来之后 把古曼彤再请回去 给他们的这个家 给泰国的这个人士 你知道要请回去的时候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怎么了 那个古曼彤一直到他的梦里面来做梦 说他不想走 他一直跟他说 爸爸 我不想走 他叫他爸爸 对 可是他想说 不行 我要让他走 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其实 中间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魔力 但是其实或多或少 也会反噬我们 好 建一老师 跟我们说说看 这个古曼彤 你知道我就想到了什么 台湾也有那种所谓的传说 好像我们说是小鬼 养小鬼这种东西 宫庙其实听很多 那刚刚世中这样讲你看 有点请神容易送神难 然后会不会有一点点那种 请鬼开药单 会被反扑吗 会 就是你如果请小鬼的话 就等于他把你的 未来的这个财富 也就是先拿来给你 但是等到 就是说像我们去贷款一样 等到他撑不住的时候 那你就惨了 那时候就是要嘛就是他反噬你 就是你得生一场大病 或者是破一场大财 你有遇过这样子 或听说过这样子的事情吗 我碰到的是不是养古曼彤 是养小鬼比较多 早期的时候台湾很多 我有一个同行的 他在三十年前的时候 跟我们一起学八字指挥算命 结果呢他学不会 他学不会呢 那他就开始想说 那人家老一月说 如果不会真的算 那就用通零的嘛 那通零他我也不会通 那那个时候香港在二十年前 他你可以买那个小鬼 他就跑到香港去 他买跑到香港去呢 他怎么买呢 他就那个法师跟他讲说 现在呢我们到坟墓去 那刚下葬的那些心粉呢 有小孩的 那我们用一个柳枝 那把你的头发指甲 就用那个红包袋 绑在这个树枝上面 那这个树枝摘下来 插在那个服务上 如果可以活七天 那就表示他愿意跟你走 那这个就是表示 这个英灵就 这个小鬼就寝尘了 那他就跑到香港去 做了这件事 七天在香港住了七天 那个法师带他回去看 那柳枝居然没有死掉 就活着 他就把那个柳枝 等于放在瓶子里面 就请回家 就在家里供奉 就开始呢 就开始算命 就靠那个小鬼耳抱法 就小鬼在旁边跟他讲 然后呢 你他可以讲出你 过去的八件事情都会很准 可是未来都不会准 可是这样已经很吓人了 因为你去算命的时候 他可以讲出你 这个过去的 那表示取得你信赖了 通常这样就有准了 对 他就一直这样子 就是大家就 就是口口相传 生意越来越好 好了 养了15年 养了15年 那小鬼 那不是长大成人了 新少年了 慘了 这小鬼呢 已经有自己的主张 就是说 他本来是应该去投胎的嘛 那我等于磷被你输在这里 然后都天天幫你这个 这个服务 那这个 这个养的人呢 会觉得 这 有时候那个磷 会进 进来跟他沟通 就是不太爽 就是说 他想要出去外面 跟这个朋友玩 那你不来 你去跟朋友玩 他去勾结外鬼 你知道吗 因为灵魂才跟灵魂玩嘛 那 那这个 我这个同行的就认为说 这样不行啊 这样你出去 那我就 你不在 我就不赢了 你就被打回原型了 就跟他有冲突 我想说 那个小鬼很厉害 因为他曾经跑掉过 所以别人就叫他说 你要求你的主人 那个帮你畏血 那 就是 那就是说 有一阵子 他就每天就 在那个 那个树枝 后面有个牌子 就是 然后就用针刺一下 就喂他一下 那好像很乖喔 就乖起來了 好了 等到那个牌 通通沾满血以后 那个小鬼来了 那小鬼说 我现在呢 意思是说 他法力很强 你也控制不了我 那 基本上 我得去投胎 那 那我工作了这么久 那你也拆死我这么久 那一命 就是说 你的命借我一下 因为我要投胎 一定要抓一个交替的 我才能交差 结果呢 那一天的晚上 他就心脏病 暴斃死掉 所以 他等于是 一命 跟他还一命 所以你看 你去以为说 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你可以解决问题 你最后被问题给解决 那刚刚 是从他讲到他那个朋友 就是说 古曼彤来 你要把他请走 有点 请神容易送神难 会这样吗 请神容易 请神容易送神难 请鬼容易送更难 你请的是 你请的不是 他不是正道的 所以你一定要跟他 什么交换 像我刚才讲的 那个是拿命来交换 我们知道泰国被称作 是微笑的国度 他也是一个佛教国家 今天马老师晚上 来告诉我们一下 泰国人信佛 但是怎么信成如此 这一般 全身挂满佛牌 已经把它扮成 挡煞的盔甲了 泰国的佛牌 远近皆知 它是有神力曝身的 真的 好 我跟你讲 这个泰国人三龙 他就相信这个 他跑去做了一件 佛牌盔甲 他把一百个球来 各式各样大小的佛牌 做成盔甲 你这有多重吗 多重 30公斤 压都压扁了 他天天穿吗 天天穿 好 那你天天穿 30公斤很重 对不对 会出汗 对 没关系 我做三件 他做三件 他轮流穿 好 那穿得出去 挡煞 避邪 防身 30公斤很重 对 但没问题 结果有一天 他到附近的商店 对 就去买一个饮料 他就想说 穿30公斤很麻烦 对 就出去买饮料 对 就到店里面去 歪面一部车子 刹车失灵 冲进了店里面 结果冲进店里面 没有撞到别人 就把山龙给撞死了 最好是这么刚好 泰国还有一个最有名的 就是这个 林明达 林明达 他是黄山军的领袖 所以 因为他领导黄山军 把塔克辛给推翻了 因此呢 救人要置他于死命 我告诉你 一部蓝色小货车 抄车 抄了他前面 抄他前面之后 这发生什么事情吗 啪 跳下两根 一个人是AK47步枪 就扫射了 死定了吧 电影里面才看到的 另外一个就是M16步枪 自动步枪 我跟你讲 他们就是职业杀手 第一枪打什么 打轮胎 让你不能跑 先把两个轮胎 打成煤气了 然后在里面 打 打的 你看看 马蜂窝一 打成马蜂窝 你晓得吗 在这个车子里面 是 找到多少颗蛋头 你猜 84颗 李明达就在里面 李明达就在里面 还有一个保镖 一个司机 我问你 你在里面找到80个蛋头 你可不可能活 不可能活 死定了这一下 他 脑部中蛋 肩膀中蛋 身体中蛋 送到医院去 开脑部手术 他从脑袋取出四个蛋片 四个蛋片 结果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什么事 两个月后完全康复 连一点损伤都没有 这是奇迹 奇迹 他说 为什么 因为我带了三个佛牌 他带了三个求来的佛牌 因为黄山君就有人说要暗杀他 他带三个佛牌 逃过死劫 而且泰国除了我们刚刚讲的佛牌 他还有一个 将头这个东西 我们今天就要好好讲一讲 他到底是害人还是救人 你是请神开药单 还是找鬼开药单 对 我告诉你 你要讲到泰国将头 香港人是最心知肚明 为什么 香港有两件事情轰动 一个就是张国荣 张国荣选择愚人节那天 2003年4月1号 在文化酒店医药了下 结束了他的生命 很多人都说他是被将头所害 真的吗 但是我告诉你 至少他本人生性不已 将头害了他 为什么 很简单 他当年拍了《异度空间》 这个电影之后 《异度空间》他有一个心理医师 演一个撞鬼的心理医师 对 好 他拍《异度空间》以后 心情很低落 到泰国去旅游善心 遇到一个泰国的男生 是 发生了短暂的恋情 是 断情之后 他还要回香港 对 就跟那男生分手了 那个男生 给他下了降头 我告诉你 张国荣选到时跟人家说 我被下了降头了 没人相信他 为什么会被下降头 那他再回香港 他开始不对劲了吗 我告诉你第一个 他晚上睡觉的时候 有人一直拉他的腿 而且把他拉到床下面去 是真的有力量把他拉到床下面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他睡觉去做梦 一直有人在梦里面问他说 你怎么还没有死啊 每天有人这样问他 心神不宁了 心神不宁 我告诉你 他所有的都去试过 大喇嘛 这种法师 各式各样 他连这个基督教天主教 他都去试过 对 但是 最后 他透过林建月 就是影视句子 谢林元的以前老公 说你认识白龙王 请白龙王救我吧 是 林建月说没问题 我帮你挨破白龙王 他就 又回泰国 他就回泰国 因为泰国嘛 总是要白龙王救他嘛 是 结果他安排好了 就去了泰国 我告诉你 还没进白龙王的门 这个白龙王请人传话给他 你回去吧 我救不了你 你看到没有这么严重 他手上 他中了酱头这么严重 回去之后 4月1号愚人节 写好了遗嘱 老天啊 我没有做错什么事 你为什么要 这样子 对我 匠头这么厉害 对 你说匠头这么厉害 但是 还有一个香港 传说中的传说 最厉害的 就是 梁洛斯 梁洛斯的匠头故事 才有意思了 他这是什么匠 秦匠 你知道什么叫秦匠 但秦 秦匠 对 秦匠 就是 梁洛斯 当年 他找了这个孝安法师 找孝安法师 他当时 你知道 被引他的公司冷冻 冷冻 冷冻的时候去找了 反正说 你让我再付出嘛 他给他做了 咿 他又红了 红了他妈就是说 法师 我能不能帮我女儿找一个好的有钱的富豪的儿子 他说 好 你要富甲一方 第一个 你要去求必达佛一枚 然后帮你念经 第二个 你在这里 要点上油跟金箔 对 然后在嘴巴上 你要点上一种油 这个油会让你讲话很讨人喜欢 最可怕的 第三个你要在舌头上 滴丝油 婴儿 尸体的油 滴到你的舌头 哇 果然这些做完之后 梁若思居然遇到了李嘉诚的二儿子 这就是后来我们看到的剧本了 对 而且英皇娱乐也没有冷冻他 也没有尊皇同达 好 他就帮这个李泽凯在美国先生了大儿子 又生了二儿子 又生了三儿子 好 那个法师就跟他说了 你当时说了 第一个 你要帮我在澳门的庙盖起来 第二个你要还月 结果 我先讲 这梁若思讲的 对 我不认识这个大师 我没跟他见过面 我跟他不认识 不熟 他没办法做这些事情 这可以吗 你过河拆桥 大师就说那我把你全部收回来 结果梁若思虽然帮李泽凯生了三儿子 对不起 完全没有把你弄成正式 2011年双方分手了 所以你看 这个这样头厉不厉害 这样听起来 还非常的猛 泰国还有 大家去到那个地方 常常要去拜的叫四面佛 对 四面佛拜过的人都说 这个很厉害 讲的是他很灵验 今天老师特别要告诉我们 除了灵验之外 他还有一些不得触犯的禁忌 我跟你讲 四面佛是非常非常灵验的佛 慈悲喜舍 他说有健康 爱情 四面 对不对 好 这个张国荣是忧郁症亲生了 对不对 还有一个忧郁症亲生是谁 李敏然 李敏然 是不是只有忧郁症亲生 很多人都说 他的事情 玄 玄 玄 那我讲一个最玄的 李敏然在阳明山上 会捡到一尊四面佛 这也不可思议 捡到四面佛之后 带回家里面去供奉 还把它铺个红布 是 我跟你讲 这犯了两大忌 第一个 四面佛是不能拿回家供的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四面佛跟地基组 是互相抵触的 所以不能在家拜四面佛 第二个 你在家里拜四面佛 李敏然是信基督的 他是基督教的 对 好 他拜了两年多 精神越来越快越来越快 人家就给他说 你赶快把四面佛送走 第一个 你要在白天把他送走 第二个送走的时候 要把他照到红布 是 李敏然不听 不肯 捨不得 就继续放倒 放到四面佛 我告诉你 最后李敏然要去宜兰清神之前 还是把四面佛放到六部客栈后面 很有名的四面佛 放在四面佛旁边 拜了以后他就离开了 我告诉你 李敏然很多人都说 四面佛是灵验的好佛 但是你在家里面拜 拜了两年 你是不是拜错了 一般人如果你经过一种特殊的一种 我们讲黑魔法的一种 或者说魔法的一种加持过 你有可能 一样是在泰国 这是在泰国跟柬埔塞的一个边界 我们知道那是一个很高温高湿的一个地带 對 柬埔塞 泰国 那这个地方 在浅解2016年的时候 发掘一个古墓 这个古墓考古人员过来的时候 看到一具大体 这具大体其实已经都腐化 肉体都已经腐化了 剩下一个骨架 怪了什么 这个骨架外面 披着这样的一件衣服 这件衣服不化 后来考古人员直接检视了 才知道这不是衣服 这是人皮 就是这一个人的皮肤 像一张皮一样 整张好好的 在柬埔塞这边 有一个叫吴歌文化 大概从3000年前开始 他们就流行一种所谓巫师的刺青 他们认为这种刺青 吃这种神奇的这种 有比较威武的这种 威猛的动物 加上后来活叫传入以后 这种武行经文 加持起来这种力量 会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效果 后来才去查 查这个王泽 他生前的时候 王泽生前 他是一个年轻人 年轻人 后来得了盲肠炎 盲肠炎 盲肠炎以后送到医院 为什么会死掉 盲肠炎很老医 他这样 因为他身上刺这种经文 当时送到医院以后 医院的那种 那种手术刀 要割 挂不开 真是要命 我要救你 我救不到 对 所以他有两个记录 一个是生前 就手术刀割不开 第二个是死后 这种美工刀也割不开 那你知道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我们也是讲说 这不是高深 这个是2500年前的一具大体 在哪里 在内蒙跟哈萨克 内蒙哈萨克跟俄罗斯 一种交界的地方 以前我曾经在这边讲过说 这边有一座山叫奥尔泰山 奥尔泰山在山海经里面 曾经出现过独木人 出现过山木人 出现过乌托族 很神奇的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有一个文化 叫巴则雷克文化 已经差不多2800年了 这个巴则雷克文化 你如果去研究的话 你大概知道 这是一个少数民族 少数民族住在这边 他们从2800年前 就流行这种文森 每一个人都会文森 但文森有两种 一种是一般的图案 或者一般的野兽 猛兽 那有一种图案是叫神兽 这个神兽 那当时 当时在1993的时候 就挖到一个古墓 里面是一个女的 25岁 25岁 这个女的 已经几百年 幾千 2500年了 尸身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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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尸身不符很奇怪 这个古墓旁边 它的皮上有两个壮士 勇士 六匹竞马 六匹竞马跟 两个勇士 都已经化成灰 同样的湿度 同样的环境 同样的地方 皮上 就在身边 而且你看我故意 特别调出这个 这个是 这青铜镜 铁架 她是一个贵族 所以叫乌卡克公主 你看铜镜 都已经腐朽成这个样子 是 她大体整个好好的 后来也是研究 跟刚才泰国那个一样 她身上有这种神秘的刺青 这种刺青 我们刚才讲巴塞雷克文化的刺青 她刺青的很 这种神兽 你看这个头的部分 她的鸟 她的头是一个鸟的头 一个老鹰的那种 像老鹰的嘴 身上是那个巡鹿 上面有那个像巡鹿一样的那种脚 马的体 鹿的体 很奇怪的一个现象 那她右肩膀这边画了 左肩膀这边身上画了很多刺青 后来他们就在判断 说因为就是这个刺青发生效用 所以其他附近旁边的 包括脸这种桶的东西 都已经腐化掉了 肉身居然不腐 保持了2500元 而且这一具大体挖出来之后 因为太神奇了 后来就在俄罗斯的西伯利亚 那个博物馆展示 那要展示的 就是当地的村民抗议 所以我们要尊重王者 他在这边好好的 你不要去 结果后来当地的人说 一定 那个当局说一定要展示 是 结果你要到博物馆展示 展示的那个期间 在阿尔泰山附近 从来没有下过冰爆 从来没有地震 从来没有洪水 那一阵子洪水地震冰爆 噼里啪啦全部来 所以后来当局因为受不了 大家抗议 说就是因为动了他的亡民 后来就赶快把他送回去 所以这个乌卡克公主也是一样 他也是因为这样的刺青啊 产生一种所谓 我们刚才讲的 超自然的一种神奇力量 要不你无与无法解释 同样的环境 为什么其他都符合 就只有他可以保存下来 邀请您一起加入五期爆新闻会员 跟俊相一起挖真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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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